8月29日就快到期指结算 港股方面的大雪城交量有点回升 开始有点水来看看港股 因此港股向上势头有点眉目 很多人现在还担心港股跌 没问题的,当然有升升跌跌 不如一件事,如果说成交是走在指数之先 大家看到这些成交会慢慢的升 如果这个星期过完期指结算之后仍是好 成交仍是上升,那就好了 那升到多少呢? 最好是升到2000亿一日 再迟到3000亿一日 这样就是港股行指可以到3000亿一日 当然,这个暂时就先发着梦 不过现在已经是过千关了 好 北水的流向都是 和和妥妥 最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很多国内政策的影响 就是这样的情况 北水方面来说就是这个你看到 咦?有很多这些是流入的 在流入的时之中 这个是流出的 真是击坏了 流出的安踏的表现是好过李宁的 美团你又流出吗? 今天他又是最好的 真是 亿印 神华方面这几天都是好的 港交所流出的话 今天真的不是好 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现呢? 只要买卖股票时 很多时候都会是千八样人 有时候当他只是流出的量少 和流入的量少的话 是不足以左右他日后 所出现的走势的 当你成为红楼的时之中 才会有所影响 这些现在属于如何呢? 坑渠那里的水 满了又如何呢? 坑渠那里的水 流了又如何呢? 你不是大江大河吗? 所以在这点里来说 我们可以留意 不过也不需要太过介意 因为很简单说 美团你说他流出 上个星期那天流出 今天他表现最好 好 今天来说 由于受到了 美国方面 鲍威尔很英的表现 所以很多板牌都跌了 不过我还坚持一件事 鲍威尔是一个插着英模的 不要说甲 我会说暗顺 即管是这样的情况之中 当然这个说法 很多时候 现在人们未必一定 好 这个是看到这种东西的 即不是太接受 哇他降得这么英 他有加息什么什么 我自己觉得 始终我以前有篇文章说 他整息不整水 因为他息多了之后 很多钱流入美国 所以在美国的股市方面 也不是说真正很多 这个是受到很大 即是金融市场 不是受到很大压力的 当然 最大压力是出现什么呢 谁叫你要打仗 要付那么多钱出去支持 这个战争的支出 于是你便要多发行债 你多发行债的话 当一个资金一流入不够的话 你就会有问题的了 汉武帝打兇奴 打赢了 之后他就由他 这个文警二帝 就是两个阿爷 那些其他叔叔 留下来给他的钱 就起先国富是富饶 打完兇奴之后 打到国富空虚 所以汉武帝 就要在轮台下召聚己 他就有点良心了 但是 你要看看 他们现在这两个 这些美国的政府 会不会下召聚己呢 不会啦 因为都做完啦 好 我们今天看看 这里我都不用说什么了 只有三个板块 银行啊 一个地产都不知道 去哪里 都不如去找住 明天才再找 今天要介绍一只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售压的股票 会表现比较淡一点 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 曾经一度 很多散户 都是一个 喜好 对不起 忘记说中铁之前 我之前先说了恒指 恒指呢 旗指 是有一个表现的 在这里 升上去下来 它守住保力加通道的是 宗族 只要守住这一道的话 就蛮OK的 那我就觉得 由于它现在守住这个 中铁的话呢 就觉得 第一 如果上破了是20050 最高见过20057 如果上破了20050 可以小住吸纳 就只属于19950 19950 然后再跟着 再看着 上面看着 20250 就是这样 如果是 旗指一直守住保力通道的中族 目前这个位置 是19852 就算叫做 very good 这就开始 可以望是上升 看看obv 稍微是上升的 先看着保力通道顶 这里先看着 保力通道顶的时钟 这是20314 如果你少住买这东西 去拨它的话 就只看20250 希望可以拨得到 好 再跟着说的 就是这个 售额的 就是中铁 今天呢 是有少少资金的流出着 那这个资金流出呢 去到上午 已经是去了这么多 所以 全日应该多过了 之前 825号的了 那我们再看看 他们的 走势 中铁呢 中铁呢 它的市盈率只有三倍而已 息率有五厘七 大空比投资的平级是二 不过你二极也好 你会有时有点 是要是 调整一下的嘛 我们看回这个中铁的话呢 它基本上现在这个位 如果一旦跌穿了的话 你说 它是多少呢 是四个月的新低来的 而这个位是哪里呢 这个位大致上就是4.25左右 4.25就是这个保利加通道的底道 就是4.32 那我就觉得 低一点 如果4.25就是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4.25 那就会见到这么多月的低位 自然会有点受压的 当然 它在这点里来说 它是会在这儿收着猪嘴 拉着收着猪嘴 千万不要保利加通道中 继续又再弯下来 就像这里这样 又就跌下来的了 那如果一跌跌下来又怎样呢 就看哪里呢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多少呢 可能是3.7的了 所以有货的朋友 要留意着这一点 现在暂时还没跌穿4.25 不过留心 好了 今天推介的是有两只股票 一只呢 是中国财险 那么这个中国财险呢 就 之前是有很多资金的流入 今天都开始有资金的流入 是曾经一度呢 是被售投资省去炒卖 不过呢 很久很久的时章 就忘记了它了 今天 成交是败的 价格也升了 属于一个价量齐升的价格 财险呢 大致行PE是6倍 息女是6.6厘 现在大行的评级是2.15 2.15的看法是怎样呢 就是1-5是个範疇 1是最好 5是最差 2.15就是中间偏好的了 我们应该怎样看它这个东西呢 不要看这里 看一个月线图 以月线图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我如果从这里 是画一条线 大家看不看到它已经在月线图上 升穿了一个下降轨呢 这个下降轨是由2015年以来拉下来的下降轨 只要不再收低于下降轨的话 应该就可以再上这里 上这里最多的是 看10.07厘吧 会不会再破顶呢 不知道的 不过先看着吧 好吗 所以基本 中国财险这一点 如果它真真正正在这里再破了上去 破了这些顶 破了这些顶 你说这里在做什么呢 在做原底 是不是 这个原底的话再上去 那怎么办呢 财险由于有6厘多息 比美国的10年级国债息 所以 是一个进可供 退可守 的 是考量 这样就是大行给它的 是未来的三年盈利的预测 就是1.36 1.34 和1.46 而派息方面 就有4.7 是5.3 和5.8 是逐年有所 这个是上升的 记住这个升破的是 月线图的下降轨 好 再跟着 要推介的一只 就是美团 美团 今天是表现神勇 其实这几牌 都是比较好的 当然 有人又说他卖不卖他 当然 腾讯又说不卖他 这样 这些不要理他 这样 我们都算 看看先 看看美团 那个 的表现 美团的表现 这些是 第一派息 什么 盈利 不要想 因为现在 正在虚 不过 大行给他的估计 就是 虚多两年 明年 现在仍在虚 1.02.9 明年 就会赚到 0.9 而后年 很厉害 就会赚到 3.58 因此 大行给他的 投资评级 是1.95 刚才说过 1-5的范畴 1是最好 5是最差 我现在看到 他这里 看到 将会怎样 若然 美团这里 继续再升上去 他肯定地 已经将会 建出了 是 这里 还是 这个 将会 建出一个月的新高 而这个 从下降轨的 看法来说 肯定地 美团 已经在 这两天 升破了下降轨 就可以继续向上 攀升 基本上 现在要考虑 美团的波动 比较大一点 因为 始终有一个 卖不卖 你的 考虑 因此 希望 起到 191 来升级 191 是今天见过的 只蚀于 多少 181 181 是低过 今天的低位 上面看了多少 206 206 就是 这些位 其实去到206 之后 还能有高一点 可以有机会的 不过 要看看 到时 再说 再说 如果 再跟着 升多一点 是建筑了一个月的高位 因此 这点 美团暂时 可以 憧憬一下 好了 买卖策略 是如是 暂时来说 就是 天一半 地一半 赚了81% 虧了32% 还剩下48% 然后 接着 这些 刚刚起 昨天是 止赚 和止蚀 星期五 在昆仑能源 是少少 我真是 心有不甘 哈尔滨电器 又试了少少 这只我又是 心有不甘 不无不止 一定是 止蚀、止蚀、止蚀 错了 就是这样 那这些 就是 昨天 还在 奋战着 这些 是 建议了 而未有 可以 吸纳到的 未有买卖的 等它买卖了之后 才可以 就是计算 那这些 就是止赚了 或者止蚀了 就是这 那这些 是每个礼拜 一就会出一次 给大家看 不要等到 看到之后 喂 都不是看到 你这个 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 就即时 有根有据 不是起到 就是吹口水 好 好 多谢大家 记住 投资是有风险 独立思考 我 我 不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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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